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宰职天下》第723集,由于阳为您播讲。 监察御史的人选,照例是由汉林学士《御史忠诚》和《世御史之杂事》三方举荐,然后让天子从中挑选。 梁府插手不得,不过宰职们要想在御史台里安插人手还是很容易,汉林学士和乌台长都不可能是油盐不尽的人。 台剑官可以指斥梁府,梁府宰职谁控制了台剑,谁就立于不败之地。 现如今,台剑空了大半,赶在韩将吕慧卿增步进京之前,这些缺额便被剩余宰职早早瓜分殆尽。 除了李卿尘是天子钦点,他这位盼太长李院在交四前后的表现还算不错,其余人选背后都有梁府宰职的身影。 蔡便是王安石的学生,又在国子间中宣讲学多年,如果没有蔡经的话,他进御史台不会有任何阻力,可是现在必须必亲显,所以蔡便向王安石推荐了关系甚好的强渊明。 其实,蔡雀和蔡经也有亲,蔡经的曾祖父和蔡雀的曾祖父是兄弟,正好是五福中亲缘最远的司麻亲。 蔡经之前为御史时,曾在天子面前供述。 赵须没有当回事,找不问,所以到了这一次蔡雀生宰相,蔡经进世御史时倒是方便了,直接过关。 正在前面街口等着两人的赵挺之,他也被人推荐入屋台,不过私下里走的门路不是王安石,而是蔡雀。 不过蔡经和强渊明过去的时候,赵挺之却在望着别的地方,并没有看着二人。 蔡经骑马过去。 政府,在看什么呀? 赵挺之回头一看,见是蔡经和强渊明,先打了个招呼,然后冲南门方向挪挪嘴。 蔡经和强渊明转头看过去,只看见一票人马往南门去,浩浩荡荡的队伍有上百人之多,里面还多是猪一的圆水。 蔡相公,还是王相公? 强渊明立刻问道,只有宰相和疏密使才有如此规模的圆随队伍,吕公柱和王规都已请辞,尽管还没有批准,但他们出门后也不会再张着棋牌,带着圆随。 现如今的京城,也就是上任的蔡雀和王安石,能有这般人数的随行人员。 当时王相公,蔡经道,蔡子正今日门德殿上压班,初上任不可能告假。 是王相公,还有韩三姿正。 赵挺之,游望着远处的队伍,目光中满是新鲜之色。 也不知是为了何事啊? 元长,你知道吗? 强渊明问着蔡经, 是来送人的。 蔡经的确知道。 执舍人院的汪安礼,避嫌出外,前几天堂除,他去江陵府任知府。 王相公自轻得过分了。 赵挺之文言摇摇头, 平常重视,又不理熟悟。 京师贤一地啊。 蔡经轻叹一声又道。 而且,王安礼又跟苏子正一般行事不紧的性子,留在京城中土惹人议论,早点出外,也免得为人恭贺。 行事不紧? 强渊明道。 小弟只文说,他质雅有正声,之前曾有言或会代钱大府为开封之府的。 不是传言,是真是。 蔡经道。 前几天,汉林学士普宗梦论前早清城行宫交死前毁损之罪,这是恨前早不死啊。 然后皇后呢,就有意让王安礼接任,不过给王相公拒绝了,之后又以亲贤奏请让其出外的。 就因为他行事不紧,可不是这么简单,前些日子,也就是冬至前吧,台中就有要谈和他的说法,不过给耽搁了,现在还不让他出外,过些日子,小弟说不定都要上本了。 蔡经对两名童年好友笑了笑。 大臣侠继,王安礼他做的是最肆无忌惮的,甜水巷中衣红未翠,放荡行骸都少不了。 他这还算不上大事,真正能拿出来论事的,一个是他知润周时,曾私至士官,雕约加次弊,雕约死后又以主丧为名,诱略其婢女二人。 另一个就是王平甲刚满丧妻,他便召集饮宴,只非这两件事,王相公那边就饶不了他。 强元明吃惊道, 元长,你连这些都知道。 御时封门奏势,若是耳目不灵,问题可就大了。 哦,多谢元长提点。 赵挺之向蔡经拱了拱手。 嗨,也是小弟多嘴,进了屋台时间长了,自然会有有心人私下走抱的,不必太过担心。 蔡经笑笑,又向南望过去。 不过,韩三自政怎么也出来给王安礼送行了? 两边来往,听说可不多呀,他不是王相公,五日一上朝,赎物全不理呀。 嗨,他是碧白麻。 赵挺之笑道。 张亨渠的一号交给太常李愿意了,自然期刊批了,千里进的禁令,也改了条文。 可以说,是迟尽了。 可这韩四正还是看不去区区一个附属密史啊。 强元明的话中,有着浓浓的酸味。 酸味是当然的,韩刚的行为让蔡经心里也是贩毒。 韩刚辞书密副史的章数已经上到了第四本,谁也不知道天子会不会下第五分照吧。 这辞章的数目可比当年司马光辞书密副史时还要多,而且之前,韩刚已经辞过一次,参之正事。 在士林中的声明好的不能再好,就快赶上在民间的评价了。 现如今,世人只盼他入粮府,却不会有多少议论。 不过蔡经的脸上却看不出来,一边催动马匹和赵挺之强元明往西门走,一边笑道,韩四二聪明得很,梁府之中危机四伏,他哪里会掺客进去? 只看交四之夜的定处之功,清凉伞,在他而言,乃是唾手可得,何必在乎迟早呢? 这一点就不需要蔡经来解释了,如今半个京城都在议论天子对梁府的人事安排,之后便很快了解到了天子的用心。 韩将和吕慧卿的恩怨,吕慧卿和曾部的恩怨,王安石和曾部的恩怨,蔡雀这个见风使舵的新党和其他人的恩怨,梁府中的恩恩怨怨都传遍了京城。 哈哈,袁长说的是啊,赵婷之大笑,现在的梁府是天子圣心独运,虽说仍是旧日同道,可东西梁府不可能合得来,王平章也绝不愿意看见曾子轩入政府,只为他,王相公连着两天请队入宫,好不容易才被安抚下来。 等韩子华、吕吉辅和曾子轩入京之后,照样好戏连台,比黄河龙门处的漩涡还显三分呢。 韩玉坤,他如何会往漩涡里跳呢? 哈哈,说反了吧,韩三进西府,害怕的该是吕吉辅和曾子轩。 没看二大王司马十二和吕淑蜜是什么下场吗?三大王现在多半已经到了地头,他是一刻都没敢在京里多留啊。 强元明哈哈笑着,又一下子收敛起笑容。 袁长,说实在的,你这个殿中事与时,可是惹到他才得来的,可是显得狠啊。 蔡京知道韩纲肯定不会记恨,但能不去招惹韩纲,他是绝不会去招惹,就算是再嫉妒,也是知道强弱之别的。 嘿,韩子正气量宽和,几乎在意这些小事啊。 他仰起边,别说了,时间不早了,别李中成到了,我们还没到。 对,说的也是。 三人都是给解职出外的李定送行的,李定是受牵累而出外,有王安石在上面,很快就会回来,给他送行并不犯计,大半个御史台都会到,当然不能耽搁时间。 三人挥边驱马,加速往西门行去。 急行间,蔡京不经意回头,自韩纲以三章成于天子,据说王安石和他没有再见过面。 若说恩怨纠葛,王安石和韩纲这段翁剧,他们之间的矛盾可是难以调和。 今天以给王安礼送行的名义同行,也不知会说些什么。 韩纲是跟着王安石来送王安礼的,但远远地看到已经围在王安礼身边的一群人,王安石的脸色就不好看起来。 王安石这一辈亲兄弟七人,活到出世的四人,老三王安石居长,下面是王安国,王安礼,王安上。 王安国前几年病逝了,王安上常年在外任职,而王安礼则多在京府。 所谓长兄如父,看到一手拉扯大的兄弟放荡行海,跟一帮同性格的官僚私混,明明能力出众,偏偏就在操行上坏事,王安石要能看得过眼,可就有鬼了。 幸而一见到王安石的棋牌,王安礼身边立刻就清静了,三丈之内不见余人。 王安礼上来向王安石问好,接着韩纲则过去,向王安礼行礼。 看见韩纲也一并跟着王安石过来,听了这几天京城里疯传的流言,从王安礼开始,每个人都忍不住,面露哑色。 韩纲也没有办法,他的三份奏章的确是实实在在地跟王安石翻了脸。 前一天习上倒酒,后一日就上本分道扬镳,王安石的心情不会比文德殿上司马光好到哪里去。 韩纲不想因为学术之争而坏了与王安石的私人情谊,今天主动过来给王安礼送行,也是有修补关系的意思,不过也有两三成是给王蚁逼过来的。 之前下手太狠,消息传出来之后气得王蚁哭了一夜,两天没说话,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,韩纲也是要赶着灭后院的火。 被王安石拉着说话,像小学生一般被教训着,王安礼神色中的不耐烦,韩纲为避嫌虽然站得很远,看得倒是很清楚。 王安礼太过轻调,喜好声色,跟苏氏那一帮人走得很近,心性与王安石、韩纲截然不同,一面对王安石就不自在,跟韩纲更没有话说。 虽说亲戚终归是亲戚,可王安国的丧妻刚满,王安礼便如同解脱一般,立刻招呼妓女来饮验,肆无忌惮的作风,让韩纲看得心中不喜,自然不会亲近。 对于其家中的一摊子烂事,王安石上京之后,韩纲也从来没有提过,只是王安石也有他自己的渠道,不知是从哪里听说了。 王安礼几乎是被王安石逼走的,但韩纲觉得,更多的还是王安石想保护他这个弟弟,地方上的事儿大事可化小,小事可化了,而在京城中,再小的事情也有有心人鼓动,也有很大的可能会变成滔天巨浪。 王安石终究还是要给王安礼这个弟弟面子,教训的话私下里说没有问题,当着外人和晚辈的面可就不方便了。 在路边酒楼中,宋客的宴席早已摆下,王安石便拉着弟弟入席,其余人等于贯而入,韩纲排在前面,由王安礼的儿子王芳陪着。 只是在送行时,赵常立都要写诗相赠,以表离情,可是见了韩纲,最善做师做父的这一群人,却都变成了巨嘴的葫芦,倒不出一个字来。 倒是王安石无顾忌,做师相送,转眼就是一篇七律出来。 王安石敢不顾他女婿的脸面,可是其他人哪里敢当着面来呢? 背后嘲笑韩纲是不做师的禁试地久,没有问题,可眼下本人就在眼前,谁敢犯忌呢? 一时之间,就只有王安石的一篇亮着,其他人不是拿着筷子盯着盘斩,就是在想酒杯里能看出一朵花来。 韩纲见冷了场,便起身笑道,韩纲速罚失踩,视所供之,不敢献丑,今日且为各位做刀比例。 说罢便让人撤下了自己席上的韭菜,摆开了文房四宝,拿起笔,随手写了几句续文,说了前因后果,时间地点人物,便开始将王安石刚刚的作品腾录下来。 他十几年练字不错,气韵字华,一笔形凯,虽然算不上是拙然大将,却也不会被人说是三管超粒给一个降气十足的评语。 当韩纲开始抄写诗文,席上的气氛终于活跃起来。 王安里的交友圈子跟王安石韩纲差得太远,诗酒风流的一干扫人莫克和载府重臣从来都搁不到一个篮子里, 不过在宴席上,活跃气氛倒都是一把好手,宋别师随着一杯杯酒下肚,一篇篇地传了出来。 王安石在上席处看着低头写字的韩纲,忍不住暗暗一叛。 只看今日这点小事便足见起气量挥阔,事所寒比,要不是脾气又臭又硬的跟毛坑里的石头一半,这个女婿们还真的是没得话说。 韩纲并不知道王安石的想法,就是知道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气量真有那么大,他只是不在意这点小事罢了, 真要犯的他在意的人和事,二大王是什么下场,司马光吕宫柱又是什么结果。 韩纲动笔抄写,心无旁碍。 掌兄如父,王安石在那边又拉着王安礼,遵遵叮嘱。 宋行宴持续了两个时辰,最后还是曲忠人赛,将王安礼送得远去江南。 习散之后,王安礼的朋友们纷纷告辞离开,王安石却对准备早点回去消假的韩纲说道, 玉坤,你陪老夫走一走。 韩纲没奈何,迈开脚步,陪着王安石往南门行去,其他人则识相地远远避开。 从清城行宫外一直走到南勋门处,王安石一直都没有开口,直到前面窜出一群猪,活猪进城,只能走南勋门。 猪把前路一挡,一群吃宰相,让群臣必到的威风施展不开,王安石这才停下脚步,回身熟视寒纲良久。 玉坤,你这疏密复始,当真是不想做吗? 岳父大人明见,小旭的心思可是从来都没有隐瞒过。 韩纲笑了笑,将话题丢回去。 而且天子的想法,岳父也不会不知道,否则为何招曾子轩入京呢? 听到韩纲提起曾步的名字,王安石脸色顿时一沉,但随即又化为苦笑摇摇头,不说话了,给韩纲赌得够呛。 待南勋门重新畅通,王安石和韩纲上马入城,穿过内外两冲的城门,王安石才又开口。 吕书要走了。 韩纲一笑。 张早,普宗梦写的好文章。 顿了顿又补充道,孙巨元也不差,金之甲一,不比当年的司马十二丈迅色到哪里啊? 王安石这下又没话了。 在大败除后的这十天里,给韩纲的白麻告册连下四道,给吕公主的魏留照也连下了三道。 纵然皇帝皇后都恨不得他早点离开,可以疏密使兼太子太保的身份也不便一脚就将他踢走。 当吕公主连本上奏请君,汉林学士院便封圣旨,接连写照未留。 若是脸皮厚一点,吕公主就此不再上本,短时间内还真是拿他没辙。 但吱之高的汉林学士是什么人,乃是天下文翠华选呢?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职天下》第723集,欢迎继续收听第724集。